看看新闻网 单子打翻一传人 老板嘛有很多种 有你说的那种 你的老板那种坏老板 那当然就得允许有很多好 好老板嘛对不对 我们公司收费非常的 高啊 你能接受吗 多高我都接受 因为 我想活得像个人 我的老板黄英俊 他认为自己是走在潮流最尖端的人 是潮神潮王 fashion icon 我们不可以撞山 撞山 是谁批准你们撞山的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回家换衣服吧 今天算你知道 我们也不能穿单不喜欢的品牌 杰克华菲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最讨厌的牌子 回去吧 算你迟到 还有更可怕的 就连说话也得说班生的口音 怎么样 大家今天的工作做完了没啊 这些事情 傻傻谁啦 来嘛 这傻傻 我整整干一碗 尼西西 你说话 一点都不fashion 你给我出去 算你迟到 这也不是最可怕的 她是那么爱讲冷笑话 她简直只有生病才讲冷笑话 可她的冷笑话 往往是会要了别人的病啊 从前 有个小孩 叫小明 大家都说 她的脑袋长得像风筝 她听着她就很伤心 然后 就往外跑 跑着 跑着 就飞起来了 你一点都不好笑 尼西西 大家都觉得好笑 就你觉得不好笑 你怎么这么没有品味啊 我们公司怎么可以有你 这么没有品味的员工啊 我告诉你 我要算你迟到 而最最最可怕的 是她特别爱慈善 特别爱作秀 我们每一天 都要拯救一个人的心灵 过去过去 快快快 OK OK 你干嘛 咱们过马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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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过马路 要过马路 好看 好好谢谢啊 有马路啊 今天我帮大家发奖金了 大家开不开心啊 开心 好开心 所以我们就拍张照 做个留念啊 我喊一二三 你们就跟着围棋喊 开心 好不好 好 好 来 一二三 开心 他天天让我们加分到半夜 还让我们快乐加分 他说要活泼 要开朗 半夜三点 开朗你妹呀 活泼你妹呀 看起来又要来一场暴风雨啊 暴风雨 好吧 就是那个策划会 头脑风暴 Brain Storm 要不还是去你们那开吧 你们那人来人往 思路开阔 好吧 哎呦 不是吧 你们真的还找那三个活泼 当什么策划老师 不知道 这在上海 他没他们三个人开的会 那叫策划会吗 请问二位 你们知道俘虏兽那三个家伙吗 俘虏东海啊 呃 寿比南山 你看看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嘛 他们不知道就对了 哎 他们不知道恰恰证明这三位是大学者 他们要是知道的话 那是名嘴 管我们叫名嘴 那是一种世俗的歪曲和污蔑 我们进去是名嘴嘛 我们的眼睛明察秋毫 我们的双腿走遍天下 我们的心大碍无疆啊 厉害 好多废话呀 哈哈哈 啊 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三位老师啊 情况呢 是这么一个情况 呃我们公司呢 这回准备重担出气 帮我们的这个委托人林希希 出气 我有一个建议啊 抛装引玉啊 我建议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尽可能的实现委托人的想法 这个想法有点大胆 但是我喜欢我支持 我甚至还有更大胆的想法 要不惜一切代价 这才是争知灼见 有不惜一切代价 哇 他还真能说耶 可是我怎么都听不懂啊 因为他什么都没说 哦 也是 今天就到这吧 奥运开幕式 开幕式记得吗 没有策划 怎么会有这么宏伟的开幕式呢 哈哈哈哈 宏伟 周鸿一 通常被人称作周鸿伟 哈哈哈哈 陆先生你还真能扯啊 你们在那边废话什么呀 像这种极品老板 又彻底的打击他的自尊心 不就完了吗 诶 有道理哦 这办法可行呢 接着 干杯 接着不是我们的账 是策划的账 呢 你还不想不上 帮助他 你还不想不上啊 他就跳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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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上 你是不是不给我结账 打包 下一个哦 好 来 一 二 三 下一个 来 好 顾叫顾叫 目标出现 身着全中国只有一件的 吵得要死的九红绅西装 注意跟紧 别跟丢了 收到 你 完蛋了 咻 站好 站好呀 站好呀 答案 让我们红尘做伴 活得小小洒洒 策马奔躺 共享人世繁华 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 年华 谁叫你唱歌的 谁叫你唱歌的 还唱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 DUM 我说的是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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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是DUM